好,老師進到19月之後,把體驗板打開 有沒有感覺看起來跟剛剛的模擬器很像 那我們先稍微介紹一下 各位呢,你第一次進來,它會有一個就是畫面把你蓋住 告訴你那個功能在哪裡,就關閉提示就好了 好,一樣的我把這個畫面放大一點點 好,你可以看到 基本的功能都一樣,可是因為你已經長大了 所以上面有沒有發現沒有模擬器 有沒有,右上角,模擬器那個房子不見了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有多一顆,這一個 好像一個下載的那個,有沒有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載入範例記錄 也就是說,如果老師你覺得,啊 我又懶得寫程式嘛 你就從這邊它有寫好的範例直接載入記錄就好了 這樣了解 但是要留意一下,有個地方不一樣 你點前面跟點後面不一樣 這裡 我們這裡,點在前面跟點在後面加號的意義不同 點在前面的話呢,代表 我的範例記錄會覆蓋掉你現有的記錄 如果你點的是加號,它是把範例載進來 你的積木原本寫的還留著 這兩個有點不一樣,稍微注意一下 好,所以你看喔,我就先把第一個 先點進來好了,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點前面是覆蓋 所以它會出現一個訊息 有沒有,它說你的城市會被覆蓋掉喔 是不是要載入,對不對 好,按確定 這樣有沒有它的積木就進來了 所以,老師可以偷懶一下喔 一些比較常用的,你就這樣載進來就好了 好,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看一下我們的左手邊 各位,我們比較看看 我們在Webduno的左手邊 如果是模擬器的話 它是長得像這樣子 我把它釘起來 給您方便做比較 您看看我們的這個體驗板 請問有沒有不太一樣 在下面這一邊 進階功能這些都一樣 往下走 這個模擬器有沒有比較單純 可是到體驗板之後 它能夠控制的東西是越來越多 所以它又多了一個分類 欸,會發光的 有沒有 點合一燈 三色點合一燈 是不是又分開了 它又幫你做了不同的分類 這樣了解嗎 但是模擬器因為它畢竟沒有那麼多元件 所以說它就是直接做在外面 就沒有多做這個分類 所以這個先了解一下 再來 還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我們在模擬器那邊 我們的網頁互動 有沒有一打開就全部都列出來 對不對 可是 就是在體驗板或是以後的雲端板 基本上你用到哪一個只有顯示那一個 如果你連燒杯都沒開 你看我把燒杯關掉 它就連積木都不會顯示出來 好,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今天你有開燒杯了 你用了什麼樣的互動方式 它就只顯示那一個運動方式 好,最後一個 體恤大家的心 垃圾桶放比較前面一點 倒垃圾比較快 好,比較不用跑那麼遠 這樣大致上了解了 OK 好 那所以說呢 我們一樣的 你可以把剛剛的 這個程式你就可以先停止 就是模擬器的你可以先把它停止起來 那你的號碼可以直接摳過來用就好了 直接摳過來 我們就一樣的喔 欸,還是老師就直接打開我做好的也可以 摳欄一下 在這邊 我們剛剛在簡報的第 35遍有沒有 你直接把我這個程式碼打開就好了 下面,35頁 是不是下面有一個寫好的 你從這裡打開 這樣你就不用再寫一次 我幫你偷懶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簡報35頁下面 你只要把你的號碼填到這裡面來就可以啦 Device ID 那當然閃電這邊也建議大家你可以貼上去 這樣子可以比較清楚知道你的裝置的狀態 這樣有沒有,大家都有了 ok齁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看 怎麼樣 語音朗讀跟語音聲控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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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